到达河北衡水火车站了 从天津坐绿皮火车过来的 整整坐了三个小时五十分钟 刚刚下火车 这个是战前广场 现在已经快六点了 我准备先吃个饭 然后在附近找一下宾馆 火车站周边吃饭的地方不好照啊 我再往里边走一走 看这边有没有吃饭的地方 看一下 洪水市的城市建设还是很不错的 看一下 非常的干净啊 大陆也非常的平整 不能天天吃面啊 来这吃个山小吃好了 来个 金水饭 你这有 啤酒没有 我看 这是什么牌子的 这有老山金牌 和波罗皮 这多少钱 牢商金牌六块 波罗皮 两块 波罗皮啊 我要个波罗皮好了 这个是鸡腿饭 一个波罗皮 今天就不喝啤酒了 喝个果皮就行了 出门在外 喝酒 五十五块 五十五块 这个鸡腿饭 青菜 鸡腿 鸡蛋 豆干 米饭 这个是十四块 锅道皮是两块 看一下这个锅道皮 凝震的啊 德州 这是美国的啊 开玩笑的 应该是山东德州啊 一口饭 一口 冰镇的 菠萝皮 翅膀发足 这多少钱老板 六块 哎 什么房间 你住什么房间 远不远 哦 你是老板啊 对 我有的 是啥 那个 我自己住的 就是单间就行 小单间 大单间 有在卫生间的 就是住哪一棟 就是小单间 先看看 那上去看看 对 先看看 我 我一个人住的 不需要太大 就行 一共我们就天天住的 我们天天住的 就是 不需要 便宜点的就行 经济收入点 经济实惠的 我们是常年在外面住的 我们要是住的少 就住个好一点的 对对对 明白 那边有洗澡间 哦 这个 这个房间不是很大 刚好有一个小床 这个床有点小啊 我这身高 没问题 两米 有两米啊 对 我感觉差不多 就是刚好 对 就是一米八的感觉 没问题 这个床是没问题的 要是有窗户 有窗户 也能洗澡 数字电视无线网都有 这多少钱 这个 这个 这个太小了感觉 你这个 那你这个也是个大 单床的 没有大床的 你啥 这个是两大床的 两大床的 这个 这个稍微大一点 这床是一样大的 床一样大 对 黄金空间大一点 黄金空间大一点 这个窗户 对对对对 这个你啥 啥见个 这个是四十的 你那个吧 因为我们是经常住的 我说不定下次来 还会来这住的 行 你给我游 游回去吧 我给你交两天的一次 我至少住两天 你这 那网络下的有是吧 有都有 你的网络远不远呀 远是吧 它从外边这就这吧 对就在那 就是顶儿 这个位置 对 哦 这个 可以 这距离间可以 你公位在哪 公位在几了 对面洗澡间 右手边是内生间 哦 在那地方 哦 你这个都能反锁是吧 完全 必须的 因为火站周边一般都稍微会乱一点 不可能 在什么社会 法治社会 对 至少能反锁 就是晚上 白天没事 晚上要能反锁 必须反锁 不反锁 就给你住着一点安全感 没有安心 对对对 大实话吧 对 你这还挺近 你价格我优惠差不多 我得住这了 我一次给你那两天的 别说了 别说话 嗯 行 那就那就 嗯 拿着生热 下来拿钥匙拿什么 可以啊 行 三十搞定 两张床呢 这房间是很大的 有窗户 下面直接就是街道啊 这边还有一个桌子 水壶 电源 还有个电视 空调的话应该是不能用的啊 三十块钱怎么可能让你用空调啊 看一下这个锁的话是可以反锁的 安全没问题 水电网都看过了 都可以啊 这个墙也是实墙 隔音啥的效果也不错 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啊 现在毕竟是六点多了 我也不想再往里面找了 如果找的话 我可能会能找到更便宜的 差不多就可以了 挺满意的 看一下这个卫生也是可以的啊 房间都是换洗过的 一个用来睡觉 一个用来放东西 这样的话会显得 这个房间更加的宽敞 大家感觉怎么样 这个房间三十块钱 在恒水火焰站旁边 这个价格值不值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 踊跃 现在发言畅所议员 说一下自己的看法